嗨,大家好,我們是Tim Key 話說之前我們就出了一條去富士山宮頂的Vlog 之後就收到很多家人和朋友都說想試試明年挑戰 所以這次我們就決定拍一條片 去分享一下我們事前有些什麼的準備 我們這次又打算超級詳細地跟大家講解一下 究竟我們一破兩天有些什麼必須要戴 大宗沒用和後悔沒帶的東西 之後我們就會再講解一下沿路上穿搭的變化 所以這次會是一條很長的片 所以大家可以和我們一起拎好杯茶 然後慢慢聽我們的講解 首先要講一下大書包 因為要應付兩夜行程 還有在富士山有很多天氣變化的人數要考慮 我們要選擇一個方便又背得舒服的書包 其實是很必須的 沒錯,我們看到一般的登山客 都是背一個30-40L的書包 但我們就計過我們需要戴的東西之後 就覺得一個15L左右的書包 已經足夠放了我們要戴的東西 因為你越戴得多東西,負重就越多 那就走得越辛苦 所以我們這次主要都是以精簡為主 我這次用的背包 就是Lululemon Run All Day Backpack 它只有13L 它的設計其實很簡單 都是一條拉鍊 然後後面就是這樣 一個可以給跑步的設計肩帶 那我用它的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我純粹 只有這個帶來日本適合去行山或者去跑步的書包 第二就是它已經足夠放了我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就用它 但是猴子那個大我一點 我這個就是Solomon XT15L的書包 那我選擇這個書包的原因 就是因為首先我是Solomon的一個忠實粉絲 然後其次就是這個書包 本身就是給一些中長途距離的行山設計的書包 其次它就是旁邊前後最後 都有很多小的袋子 可以用來放很多小物 例如空前這個袋子 可以放一些能量棒 這樣就可以方便你走過 直接拿出來吃 那除了這個大背包之外 我們也有帶一個小的袋子 放一些經常都要用到的東西 那我的小袋子就是這個 狐狸牌的這個小袋子 這個袋子其實我已經用了很久 是由我讀書年代開始用 它很方便的 因為它就這樣一粒粒粒打開 經常用東西我就放進這個袋子 那你那個呢 我這個就是一個叫Aerlip的香港牌子的袋子 那它本身這個袋子 也是有霍雜的功能的 其次就是因為它這個袋子 當中都有很多間隔 可以給用家放很多小物 那幾乎基本上 我在香港去活動的時候 都是會帶它的 那接著就是我們覺得 必須要帶的物品 那第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急救箭的 銀色的 那這個急救箭 就是我們在Amazon找到買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我們 不知道我們在山頂看雨來光 要多久 還有山頂的溫度是非常冷的 所以我們就 就決定要帶這張急救箭 嗯 接著第二樣東西 就是要帶這個 這個 充電器 那充電器呢 其實就是 我們家的衣服很好 是有提供到一個 插座給大家可以充電 但是我們就沒有帶到插座 那所以 所以 帶一個後備電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去到這些 電力感 不穩定的地方 我覺得 就算有得充電都好 帶一個後備的電源 也是必須的 那之後呢就是養氣瓶 先看一下 那這個養氣瓶呢 其實兩個人只買了一支 那因為第一次行山的話 我們就十分之推薦大家去買的 因為始終不知道自己 會不會出現一些高山反應 就是去到這麼高海拔的時候 如果不夠養氣的話 那都挺危險的 所以 不過買一瓶就夠了 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兩個人用呢 都是買了一支 但是到現在一半 都用不完的 那我們這個養氣瓶呢 其實就是網上買的 一般在東京的運動店 其實都可以買到的 那如果大家真是 Touch Road買不到的話 其實在富士山的 不合目或者沿途的 山少屋都有得買的 嗯 那之後呢 就是現金 那因為呢 在富士山上面 只是收現金的 在山上面的山少屋 或者你要買任何的東西 它都不會收信用卡的 那我就聽到有些外國人說 覺得在上面不收信用卡 很無理 但是我們就覺得很合理 是因為 在一個訊號已經不穩定的地方 又怎麼會收信用卡呢 所以大家就準備多些現金 那特別是100日圓 因為在山上山頂的沿路 特別是廁所 通常都是100日圓 或者200日圓去一次 那它門口通常都是有個錢 給你入錢下去 那如果 你不是用100日圓 或者200日圓的話 那就入不了了 一來 二來呢 就是它沒有得找錢的 那所以準備多些銀子 是好一點的 那之後就是 說一下行山像了 那我們呢 在上山的時候 就主要是帶了一支 Black Diamond Distant Flash的Pose 那這對行山像 其實是我們香港 那時候用來露營行山 那時候用的 那為什麼要用它呢 就是因為富士山上山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石頭 是很高的 用行山像可以用它來借力 而樂山因為主要都是以碎石爐為主 那用它們的話 就可以避免線親了 嗯 那我呢 就沒有Black Diamond的Pose 那一批的Pose 那只付一個人用的 那所以我們另外也買了兩支金光醬 那這兩支金光醬呢 有兩個顏色的 藍色是我的 黃色就是猴子的 那但是沿路上 都是我用這兩支金光醬 行山為主 那你可以見到上面 現在有很多的這些銷印 那但是其實一開始買的時候 是沒有的 是一粒 純粹是一粒八角形的木 那是因為我們去到 每一個山少屋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到兩個銷印 那就是記錄著 你去到哪一個山少屋 哪一個盒木 那所以 我們上了山頂 那所以就差不多 吸滿了所有的印 那就變了這一支 很多樂印的金光醬了 那但是呢 這顆金光醬 聽說在古時的時候 是一些古人的行山醬 那就是說實話 我覺得拿著這兩粒東西上山 都真的挺重的 因為它真的是一粒木 那我們很幸運 那是沒有下雨的 如果下雨的話 濕了也挺麻煩 那另外 也有很多人問這粒醬 這麼長 要怎樣拿回香港 我們就一直留在日本 那就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大家要記回香港的話 那就真的需要記特大行李 或者不可以更新地記 那其實另外 也有一些是 是給遊客 比較友善的金光醬 我們另外也有買了一粒 這個有點小一點的 它就只有大約六分之一那麼長 在上面也可以吸引 那我這粒就是寫滿了一些書法 這樣的字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買一粒這些短一點的金光醬 去吸引 但是就不能當行山醬 那麼用 那之後 一定要帶的東西 就是頭燈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去到富士山公頂的最後一段路 是一定需要摸黑地走 那才可以在日出之前看到 預來光的 那所以帶頭燈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建議大家會帶一個 比較光 和照程比較遠的頭燈會比較好 那我這個就是很普通的一個 Nature High的頭燈來的 那我覺得它不是很夠光 那但是猴子那個是很好的 那這個就是 都是Black Diamond的頭燈 那其實它射程的範圍其實很遠的 基本上我試過是在 譬如我在某個位置調最光射下去 那基本上是可以照到 30-40米的範圍的東西都可以的 那其次它有幾個燈的顏色可以調 有藍色、紅色和綠色 如果你走過看到有人影星的話 其實你應該是用回紅色 因為避免你白光會被它的鏡頭吸進去 那 那同時其實我們還帶到了一盞小的燈 那這盞就是Snow Night的一盞小燈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都擔心 因為前後走的時候 我們想讓後面的人都看到我們的 那個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就 有其中一個人就會在他書包裡掛著這盞小燈 這盞小燈很重要 我自己覺得 因為一直走的時候 你真的會很容易跟前面 或者你的同行的人走失 所以帶多些燈去接著大家 或者做一個照明的用途是很重要的 那接著就說一下掛藥物品 那首先呢 就是一樣我們大家都有帶的 就是垃圾袋 那因為富士山上面 其實就沒有人會處理你們的垃圾 所以就奉勸大家自己的垃圾是要自己帶走的 而我們就建議大家是用一些有密實功能的袋 因為其實你都不知道你的垃圾會不會有液體會流出來的 如果你用了普通的袋 就會弄髒你的書包 那另外我們都有帶了很多的消毒酒精 還有大量的刺子 那為什麼呢 首先因為在富士山上面去廁所 是只有很少量有限的清水 是讓你洗手的 那所以有少少怕骯髒的 我們就帶了一些這樣的抗菌泡沫 那這一枝都是在香港帶過來 一直都沒有用完 那就繼續用了 那另外呢 就是需要帶大量的刺子 為什麼呢 那就是因為其實要適應富士山的天氣變化 去到上面是很大風的 那一大風的時候 又會流眼淚又流鼻水 那所以帶著多些紙巾都是很重要的 之後我們就說一下一些我們各自帶了的個人物品 那我先說吧 那首先就是一些化妝品和護膚品 那我就全部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那我就帶了… 首先化妝品方面 我只帶了防曬、遮瑕和眉筆 那因為富士山都是一個光突突的山 那上面一棵樹都沒有 所以做足防曬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呢 那我的護膚品就帶了一些TESTA妝 那麼細緻的 一些爽膚水和乳液 那都是… 因為上山其實那個環境是很乾燥的 那帶多一點這些呢 是個人的皮膚會… 沒有那麼乾 會舒服一點 那另外有一件事呢 我是臨出發差點忘記了帶的 就是… 糠盒 那因為我是帶開one day… 不是… 是one month的糠盒 那所以就一定要帶一個 擺滿了糠水的糠盒 對啦 差點忘記了帶 那我就走不了路了 哈哈 那我自己就很怕肚餓啦 那所以我就在走富二三的時候呢 就帶了一些energy bar 和energy gel 那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最好就是這些啦 這些都是在香港帶過來的 那還有還有一樣就是… 鹽痕啦 因為在富二三好像剛剛她這樣說 富二三很曬的 你有機會大量出汗 那所以其實帶了一些鹽痕 補充回鹽份的其實也是必須的 嗯 還有還有還有 我有帶一樣很無聊的東西 就是… 哈哈 小猴子 其實還有一個新朋友仔 那話說呢 這兩隻小猴子 你看到後面有兩隻大的 那兩隻是之後才買的 那其實最原始就是這兩隻小猴子 那這一隻呢 是已經由我大學住後 那時候陪我一起度過的 那這一隻呢 就是我爸爸看到這一隻很可愛啦 那一隻小猴子 那現在我來了日本 就帶了他們兩隻一齊過來 幫他們拍照啦 那樣啦 那樣啦 所以我去到那裡 都會帶他們打卡的 那這次富士山之類都不例外啦 那我這次也有一個新朋友仔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在網貝爾買的一隻小猴子 那其實呢 它是有名的 這隻小猴子呢 叫做Montabea 對啦 Montabea 其實呢 它的位置是 它也是Montbell的其中一個店員 話說它就是 1996年已經誕生的一隻小猴子 所以它比我更老 但是呢 其實富士山上面 除了人之外 其實都住了很多動物 包括熊 但是如果大家在五核木開始出發的話呢 就應該少些會撞到這些動物 因為氣候比較極端啦 但是如果是由五核木以下行山的話呢 那就真的有機會會撞到熊人的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那之後就是講一下 山小屋的預約的那張表格啦 那其實每一間山小屋呢 都有不同的做法的 那我們住的那間山小屋呢 就是八核木的鳳來館啦 那它的做法呢 其實就是在它沽網那裡啦 單化一張表格 然後在家呢 就預先填定 填英文都沒有問題的 那去到那時候呢 就帶來這支子去做check-in的手續 那你就可以順利入住了 那之後呢 就是相機和電了 那其實我們就為了上富士山呢 就希望可以拍一條很完整的Vlog 無論是上YouTube 還是我們自己記錄都好 那所以呢 我就帶了現在拍攝我們的這一部Vlog機 那我們因為之後都考慮到可能會下雨 或者很多天氣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都在日本都買多了一部Gopo 那就去打算拍些漂亮的Vlog給大家看 那其實認真啦 要帶一部大的相機上山呢 是有點重的 那但是為了拍漂亮的相機 還有真的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再去一次啦 那我們覺得重一點都值得的 始終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相機 還有可以拍到一些Vlog給大家看 那我們都很開心 我們之前上載的那一條富士山公頂Vlog 我們原本只是想著如果有五百個人看 我們已經心滿意足達成了我們的目標 結果呢 現在的影片是有差不多三千四百個人看了 那所以都很多謝大家 那我們呢 會繼續努力拍其他近多片給大家看的 那之後就是食物啦 那其實呢 我們就每個人帶了兩支水啦 那因為其實我們在山市屋那裏 他都會另外給我們兩支水 那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都沒有什麼 再打壓我的水啦 還有水基本上都不用擔心 因為原來山市屋都有得買的 那至於食物方面呢 其實我們就 我自己就帶了四...六條Energy Bar 我好像帶了四條而已 那我們之後都還有在 在七十一那裏買BRACE BAG 的 然後還有買一些有打物質的小食啦 還有買了一包豬肉的 那但是呢最後都是用不完 沒有蝕刀的 那但是我們覺得 最後那些食物都吃不完 那但是其實食物帶都會好過大小 那因為其實沿路上山小屋呢 都可以買很多不同的零食 那去到一個這麼冷的環境呢 其實一杯熱辣辣的家庭 咖啡和一個熱辣辣的咖喱杯麵呢 是真的吸引過 吃一條冰冰的snap bath很多的 那但是始終都是大多 好過大小 那接著之後就說一下 有些什麼是帶了沒有用 那其實我們兩個都 沒有這一方面的問題 因為所有東西都剛剛好的 就是都沒有什麼是帶了沒有用的 嗯 那但是沒有帶到很後悔的東西呢 就是有的 那我自己就有一件事 就是帶多一個小燈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那條vlog 那去到晚上入黑走的時候呢 有一句說話 我是有cap到出來的 那就是說 我是不是走得很辛苦 而是因為晚上行山的時候 好黑呢 搞到我覺得好沒有心機走 那是因為我那時候的頭燈呢 就是比較暗了 那所以 那所以 在一個暗的情況之下呢 去行山是有點辛苦的 那可能會帶多一個小燈 比較好 對 那你有沒有 我自己也有後悔沒有帶的東西的 那有兩樣 第一樣就是 我後悔沒有直接 穿條防水褲上去的 因為我沒有想過上到三頂的位置 是會下雨的 甚至是會下薄的 那這些情況呢 都令到我的體溫跌得很快 那之後更加是會怕 自己會不會是 會有生命的危險 那其次就是 我覺得 需要帶多一件 比較厚一點的VC 那因為是 本身你穿風衣 做家御用呢 其實就好像 差的一樣去 差的一樣去 抓住空氣 就是保暖的 一個 一件物品 所以其實我覺得 帶一件厚一點的VC 就會比較好 嗯 那但是三方面呢 我就是足夠的 所以我後悔沒有帶的東西 就只有一件 它就有兩件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要不要帶多一些 大家各自需要的物品 那之後呢 我們就說一下 我們在整個旅程之間 穿衣服的變化 那首先 我們就說一下 我們現在身上的這套穿套 那其實是由 它伸縮到七合目的時候 我亦都穿著這一套衣服 那我們就由頭開始講解一下 那首先呢 我們就在Panagonia那裡 買了一頂帽子 那我跟它那頂其實是一樣的 那只不過尺寸不同 那為什麼要買漁膚帽呢 那其實呢 首先就是因為 富士山很曬 如果你沒有漁膚帽那麼大 的話呢 你有機會曬上頸 還有某些頭部的位置 那其次呢 就是要買一頂帽子 因為富士山的風 就真的很大 如果你戴普通那些帽子 是真的會吹走的 我們都有見過 有些人的帽子是吹走的 所以就 我們就選了這頂帽子 沒錯 那頭除了頂帽子之外呢 我們都要戴太陽眼鏡 那我這一副太陽眼鏡呢 是普通那些時裝店裡買的 因為 就是 免得為了這次富士山之旅 又買一副 運動型的太陽眼鏡 那我覺得這些普通的太陽眼鏡 已經足夠 那我這一副呢 純粹是普通的一個 時裝牌子 Sea Room Link那裡買的 那我這一副太陽眼鏡呢 就只是在香港 那些連鎖店裡買的 而且不是太陽眼鏡的連鎖店 那就見有 所以就戴上了富士山 嗯 但是好像沒什麼 怎麼用到 是 因為它這個位置很緊 對 會壓到耳朵很痛 所以我都沒有怎麼戴 可能之後要買一副好一點 是 那之後就說一下上身衣服 那我這一件的白色運動衣服呢 就在unico那裡買的 那其實都是一件很普通的那些 運動的反光衣服 對 那我記得它很便宜的 只是990日圓 那我這一件呢 就是我特地為了這個富士山去買的 這個就是一件 夢bell的又富士山Logo的衣服 它就是白色圍著 它是很透氣的 基本上你 上富士山那段路程呢 你很熱的時候呢 都不會覺得是有什麼負擔的 那所以我就買了它了 而且它的價錢好像大概是2200元左右 所以就決定買它了 那另外我們呢 一路走的時候也有戴手袖的 但是那個手袖我們現在就找不到 可能放在CDY那裡 那我那一雙就是在unico買的 但是最後就因為太大了 所以我就跟它交換了 那我原本的手袖就是香港買的 那個牌子就是LEGO的一個透氣手袖 黑色的那樣的 那它本身是有防UOV的功能的 夏天穿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覺得熱 而且它是很透氣的 會涼涼的 所以就選了它 用來登上富士山 那我用了它那一對 我也覺得挺好的 那你覺得unico那一對 我可以嗎 我覺得就不是太好 顏色都好像不是太漂亮 是你叫我選這個淺灰色的 顏色有點像那些 美術堂的老師那些 那些手袖 因為它說黑色會吸熱 但是它自己那一對是黑色 我自己那一對是黑色 是因為它本身的物料 是可以容許我做這件事 嗯 那其實手袖也挺重要 我覺得 因為如果你真的不戴的話 你長時間曬著 真的會有機會曬傷 而且風很大 會吹到皮膚爆炒 也有機會 好 那之後就讓我們說一下 我們的下身穿踏 那我先說 那我這條褲呢 就是 在Mondell那裡買的 那這條褲的名字呢 是 Tracking Medium的OD Pants 我覺得它也挺好的 因為這條褲是 它官網說 它是一條內磨性比較高 而且適合一些 中程度行山的物料褲 那我自己覺得它很舒服的 一來穿的時候 那因為它也算很透氣 而且也不會說 我要跨一些大布的時候 會限制住我的布閥 那但是這條褲 它也算是比較厚 是一個 我覺得在香港的話 可能冬天會適合 那就是日本的話 就秋天和春天都OK 那這次這個富士山之旅 我覺得它的厚度是十分之好的 十分之適中 所以如果大家想入手一條 適合的褲呢 我都挺推薦這一條的 那至於我這一條褲呢 就是在Unico買的一條褲 那個名字其實我都不記得 那它用的其實都很透氣的 很耐著的 它旁邊還有一個小的拉鍊袋 可以給大家放一些小物 例如可能那些後備電 都可以放在這裡的 那但是呢 我就覺得其實這條褲呢 就不是太適合拍這個富士山 因為呢 好像剛才所說 它就真的太透氣了 你走到頂的時候 真的有機會會太冷 所以就... 但是如果你走其他日本的山 其實這條褲應該可以應付到的 我覺得夏天應該可以 夏天應該可以 冬天呢 冬天就應該不行了 那之後呢 就到鞋子和襪子方面了 那因為我就... 在香港一路都是走開 很BB級的山 那一路走山 那一路走山的走山鞋呢 就是這個... Kens的Jasper 那但是這雙鞋 對於走富士山來說 就真的... 大什麼大什麼 那所以我就為了這次富士山之旅 買了一雙新的走山鞋 那我今次買了的走山鞋呢 就一定要符合到我三個條件先的 第一是要防水 第二是要是高筒的 第三呢 就是我希望它的鞋底 是適合走一些沙石的路 那始終富士山都是一些沙石路為主的 那所以滿足到這三個條件的鞋呢 是很重要的 那我最後就選了這一雙 是Denor Face的Creston Meet Neo Future Light 那是女裝版 那其實它的價錢都不是很便宜的 但是我就在運動店看到它特價 還有它有一個廣告牌 是寫著富士山推薦的 那所以我就選了它了 那最後我也覺得這雙鞋 是幫了我很多的 那首先它的高筒位 就真的可以預防到 行山的時候會扭傷 二來它的鞋底 真是很適合行一些沙石的路 那雖然下山的時候 真的滑著這樣下去 那但是它也是給了一個 很好的抓地力 令到我就沒有真的滑傷 如果是行一些 就是穿一些很平的行山鞋的話 那就真的應該會滑到坦坦耀了 那麥的話 你是不是買了一對 都是Not Face的麥? 我和你一起買的 我們對麥是一樣的 對麥都是Not Face 同一個牌子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洋務麥 沒什麼特別 但我覺得都舒服的 那你那雙呢? 那我那雙鞋呢 就是在香港穿了一陣子 帶了過來 又是所羅門的鞋 它就是SANSY4的 一對月夜運動鞋 那它的鞋底呢 有一個技術叫做CORNER GRAP 是主要給一些 用家走一些碎石路的時候呢 可以提供一個足夠的抓地力 令到那個用家是不會滑傷的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 其實富二山在 下山的路段 是有極之多的碎石路 那我穿了這雙鞋呢 其實它給了一個 很好的保護的性質 其實我這雙鞋是防水的 所以就算是我上一間富二山 那時候下雨呢 基本上我的鞋子都沒有收到的 但是你那雙鞋不是高筒呢 你有沒有覺得它會影響你走路的保護性呢 其實都沒有的 因為我都走慣了 其他路段都是用這雙鞋 所以基本上我身體都習慣了用這雙鞋 那說多一點點吧 我是一個行山很BB班的人 平時都只是在香港的話 走物理好勁 都有一些斜力的人 但是他就不是 那我在香港會跑山的 那基本上大多數跑山的路段 其實都不允許你會穿一雙中高筒的鞋 因為你會 你那個跑姿是會 是會 不行的 你穿一雙中高筒的鞋 所以就一定要穿一雙底筒 那至於你說有沒有 保護性不夠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都很可愛 那行山始終最重要都是雙鞋 那我覺得雙鞋 就真的不可以因為便宜 而穿一些平時穿開的行街鞋 去行富士山 這個真的很重要 要選一雙適合自己 以及適合行富士山的鞋 去登山 那之後呢 去到七合目的時候 我們就 穿衣服上面就開始有些變化了 那因為天氣開始有些冷 而且路面就開始需要一些要爬的路 所以首先我們就 戴了一對這些工場用的防韌手套 那這些手套都是在亞馬遜買的 那我想香港的話 應該是一些五金店都買得到的 那另外因為天氣開始凍了 那我呢 就 我穿了一件蜂褲 那本身這件蜂褲 我就是綁在腰上 那之後我就脫了出來 立即穿著它 那這件蜂褲 那這件蜂褲 也是一件普通的 NOT FACE 兩層那些 外面是蜂褲 外面是蜂褲 內面是爪毛那些衣服 那去到七合目的時候 我就只穿了外面那一層蜂褲 那都足夠的 那你呢 那我呢 那我就因為 那時候還未過得太冷 所以基本上我和五合目的裝束 是一樣的 就直至到山小屋為止 嗯 那之後就說一下我們在山小屋去到山頂的裝束 嗯 那我先說 就因為由山小屋出發去到山頂這段路 都是最冷的一段時間來的 所以我們就穿了所有身上可以保暖的衣服 那我呢 那我呢 最內層首先就穿了這個Muji的羽絨蛋 哈哈 這個羽絨 在最內層 然後呢 就穿了剛才那件蜂褲的內膽 那再穿了剛才那件蜂褲 在最外面 腳方面呢 我就沒有帶多一條褲 所以我就帶了一個護膝 一來我的腳本身有夠的傷環 那二來就是護膝 我覺得 只要你的腳是保暖的話 有一個護膝保暖住你的腳的話 那其實已經足夠了 那就不需要說要帶多一條很厚的褲 那再之後呢 我條頂就帶了好做一個面筋 因為去到山頂的時候 真的超級大風 那所以有一個面筋去穿著你 地以下的地方呢 是都幾重要的 我覺得 那我的話呢 基本上一出山小屋 我就立即穿上一件 無印的羽絲 在裡面先 那其次呢 外面呢 就穿上一件 索羅蒙的防水風褲 對了 黑色的都是 防水的 那之後呢 我因為上到山頂的時候 都覺得很冷了 所以我都加多了一件 都是索羅蒙的XA的一件 長的衣服 它是啡色的 那同時我也有一個 卡羅蒙的面筋 那它也是 跟剛剛 差不多的 都是黑色的 那種都是為了避免風太大 令到臉很冷 所以才用一塊面筋去穿著 那我自己其實都有準備了一條 都是索羅蒙的浪胎褲 但是呢 就因為 我去到山頂的時候 才覺得太冷 那我就換不及了 那但是我都準備好了 所以我們建議都是 如果大家 戴了很多的保暖衣 真的在山少屋離開的之前 已經穿上身了 因為你離開了山少屋之後 基本上是 沒有機會 會再有一個地方 給你去換裝備 還有很冷的情況之下 你都不會想停下來 在一些山少屋裡 穿書包再換衣服 不過因為去到山頂 差不多到山頂的時候 就突然下了一場薄 幸好我們也有戴到 雨衣和一個 毛貝爾的腳套 放在這裡 然後 最後也幸好有戴 因為我們之前搜尋過 我們那天的天氣是不會下雨的 但也意想不到地下了一場薄 也很幸好有這兩樣東西 就保護著我們的衣服 沒有因為濕了而失勻 可能這些大家也要準備多一點 因為下山的時候就越來越熱 其實呢 比較保暖的衣物 其實我們也會隆隆重複 都會脫下雪包 嗯 不過去到五合目的時候 就是回到五合目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都出了很多汗 所以我們就換了一件衣服 都是一些運動的快乾衣服 摺起來很小的 這些衣服最好 又快乾又輕便又細件 那以上呢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富士山 走的一些裝備 和行山當中的衣著的一些變化 希望給大家一個參考 而我們最後也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第一次走富士山的話 千萬不要但願登山 因為但願登山的意思 就是你單日上落來回富士山 而且是不住在山小屋的 沒錯 我們看新聞 都發現有很多的外國人 就是因為 剛剛今年是疫情之後 第一年開回山 那越約不到山小屋 就決定去彈遠登山 或者就穿一些很基本的 出街衣服 行山 行街的球鞋 就上了富士山 其實這件事真的十分之危險 因為始終可能富士山 是一個大家經常聽到 很熟悉的一個旅遊景點 但是要登上這座富士山 就絕對不是走一些 香港的山 或者是郊遊的這個概念 那如果大家要真的 希望登上這座山的話 那首先一定要做好 事前準備的功夫 第二就是要鍛鍊好自己的身體 第三就是要留意當日的天氣變化 那才可以輕鬆和準備充足 這樣上到這一座山 那這條片就先到這裏 那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條片的分享 就記得 comment,like,share 還有subscribe我們 這個頻道 那我們時後可能都會補拍到 一條關於富士山的Q&A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其實不妨都可以在留言區那裡留言 那我們都會在那條片裡解答大家 嗯 那如果你們還沒有看 我們上一條富士山登頂的Vlog的話 就記得看回 那我們就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好吧,這條片就到這裏 拜拜 拜拜 拜拜